傲慢与偏见 这故事是真云奥斯听写的 他叫做傲慢与偏见 班纳特一家住在英国 他们有五个女儿 班纳特太太 希望他们嫁得好 班纳特先生喜欢安静的读书 一位富有的男士 宾利先生 搬到了附近 大家都在谈论宾利先生 他举办了一场大派对 班纳特一家去参加派对 宾利先生喜欢最大的女儿捡 他的朋友达西先生 看起来很骄傲 伊丽莎白是第二个女儿 达西先生没有跟他跳舞 伊丽莎白听见了 不喜欢达西先生 捡去宾利先生的房子 他生病了就留在那里 伊丽莎白去看捡 他再次遇见达西先生 他开始对他有不同的看法 但后来 威克汉姆对他说了谎 伊丽莎白相信威克汉姆 宾利先生突然离开 简非常难过 伊丽莎白更加讨厌达西先生 科林斯先生向伊丽莎白求婚 他拒绝了科林斯先生 他的朋友嫁给了科林斯先生 达西先生告诉伊丽莎白他爱他 他生气地拒绝了他 达西先生给他写了一封信 他解释了自己的故事 伊丽莎白意识到他错了 他看到达西先生是好人 伊丽莎白参观达西先生的房子 他喜欢那里和他的妹妹 收到了利迪亚 最小的逃跑的消息 利迪亚和威克汉姆在一起 这对班纳特家是坏消息 达西先生帮助找到利迪亚 利迪亚和威克汉姆结婚了 伊丽莎白得知达西先生帮忙 他现在尊重达西先生 宾利先生回到简身边 简再次感到快乐 达西先生再次向伊丽莎白求婚 这次伊丽莎白说了事 他们的家庭都感到惊讶 但他们看到伊丽莎白和达西先生很快乐 简和宾利先生也结婚了 班纳特太太现在非常快乐 伊丽莎白和达西先生彼此相爱 他们学会了相互理解 傲慢和偏见是他们的问题 他们克服了这些问题 他们开始了新的生活 伊丽莎白和简经常拜访 姐妹们关系非常亲密 达西先生和宾利先生是朋友 他们都过着幸福的生活 伊丽莎白和达西搬到彭伯利 那是一座宽敞美丽的房子 他们在一起非常快乐 利丽莎和威克汉姆经常来访 他们的来访有时会造成麻烦 但达西每次都帮助他们 伊丽莎白的朋友夏洛特也来访 他嫁给了科林斯先生 伊丽莎白较少见到他的妹妹玛丽 玛丽留在家中阅读 他们的妹妹吉地 在里上有所进步 他与伊丽莎白和简共度时光 班纳特先生非常想念伊丽莎白 他有时会去彭伯利拜访他 班纳特太太忙于与邻居打交道 他自豪地谈论他已婚的女儿们 宾利先生和简住在附近 他们经常见到伊丽莎白和达西 他们的家充满欢笑 加丁娜夫妇 伊丽莎白的叔叔和阿姨来访 他们为伊丽莎白和达西感到骄傲 凯瑟琳夫人最终拜访了伊丽莎白 他看到伊丽莎白和达西很快乐 最终他接受了他们的婚姻 乔治安娜 达西的妹妹 爱住伊丽莎白 他们成为了非常亲密的朋友 伊丽莎白帮助他变得更自信 达西对此非常感激伊丽莎白 伊丽莎白和达西举办了许多派对 他们的家是一个快乐的地方 他们在村里帮助人们 每个人都尊重并喜欢他们 伊丽莎白学会了看到人们的好 达西学会了少一些傲慢 他们的爱每天都在增强 他们经常谈论他们的第一次会面 他们笑谈过去的误会 他们很高兴能够相互认识 他们的故事教会了大家关于爱的事 它展示了第一印象有多错误 它还显示了理解的重要性 伊丽莎白和达西的爱情是著名的 人们谈论他们伟大的婚姻 他们成为了真爱的例子 他们的家人和朋友为他们感到高兴 伊丽莎白的生活现在非常不同 她对她的新家庭感到快乐 达西在一切中支持她 他们的婚姻基于爱和尊重 他们一起面对未来 他们准备迎接任何挑战 伊丽莎白和达西的故事到此结束 但他们的爱情故事继续下去 它留在许多人的心中 傲慢与偏见是一个永恒的故事 它教导了关于爱和生活的课程 珍文奥斯汀创造了难忘的角色 他们的旅程充满了学习 最终伊丽莎白和达西的爱胜利了 他们的故事激发了希望和快乐